据半岛电视台27号报道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在26号 以色列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前 致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称以色列当前的战争目标不够明确 报道还指出 加兰特曾多次表示 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都已遭受重创 现在到了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的时候 报道称 内塔尼亚胡对于加兰特的信感到很困惑 并称以色列的战争目标非常明确 另一方面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内塔尼亚胡致力于达成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 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 在处理加沙战事方面意见早有分歧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 内塔尼亚胡曾表示 以色列完成对伊朗的打击后 他将把加兰特解职